今天来分享一款非常好吃的肉松饼干 所需的食材炉屏幕首饰 一只鸡蛋打散备用 在盆中加入软化的黄油50克 糖30克 用电动搅拌器把黄油打发至颜色发白 取25克左右的鸡蛋液 分三次倒入黄油中 每架一次都要将鸡蛋和黄油打至完全融合 用刮铲把容器壁上的黄油淡叶聚容 再把110克低筋面粉 过筛塞入喷中 再加入8克奶粉 用刮铲把黄油鸡蛋液和面粉搓不混合 再用手把它们捏成团 这里一定要注意 面团不能揉 否则饼干就不酥了 捏好后的面团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静置15分钟 30克的肉酥中 加入10克沙拉酱混合 这样使肉酥更加容易成团 包制 形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 用手压成长方形 用切满刀分割成20分 每份大约11克左右 将它们全部搓圆备用 取一个面团 捏扁后 将两克左右的肉酥放在中间 收口搓圆后 放入烤盆中 肉酥的多少 根据您的喜好 接着 在面团上 用叉子小心的压两下 将面团压扁 刷上蛋液 放入烤箱中180度烤20分钟 肉酥饼 出炉了 放凉后的肉酥饼 装入盘中 轻轻掰开一个尝一下 入口酥脆 咸甜事宜 作为下午茶 或者装入袋中送朋友 做伴手礼 都是不错的选择 欢迎您也来试试 吃饭了 吃饭了 吃饭了